以蛻变飞跃为主题的基隆教育成果展在基隆旧火车站盛大登场 市长林又昌特地亲自为前来参观的教育部长潘文中导览说明 分享基隆市七项全国之先的教育成果让部长了解 例如斑斑数位化每一个行政区都有双语教育等等 基隆市政府把教育部补助的教育经费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 希望教育部继续支持基隆市相关的教育经费 协助基隆市的教育发展 我想一切一切我们都想证明一件事情 在经费极其有限的状况之下 只要努力 只要有创意 只要有做法 只要有执行力 我们真的可以把一分钱当十分钱再用 很多的政策不一定要花大钱 但是我们能够在教育部给我们充分支持跟资源之下 报告部长我们一块钱真的可以发挥十块钱的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这个教育成果展是想再次跟教育部的长官来证明 给基隆市的经费跟预算 我们一定会让他好好的发挥 所以在未来也希望教育部继续给我们基隆市教育环境的支持 教育部长潘文中也非常肯定林又昌市长这几年来为了发展 基隆教育的用心 更开玩笑的说 为了替基隆争取更多的教育预算 经常骚扰他 再加上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和绩效 让基隆市教育发展向前狂奔 深刻的了解基隆市在林市长的带领之下 在教育上真的是一路向前狂奔 不只是了解市长的努力 我想更要来跟各位伙伴来再一次的认证林市长的努力 而林市长经常为了经费 这个我经常也被他骚扰 但是这样的时候不是只有打电话 还经常约了时间要来详细的说明 对基隆市的教育是怎样的规划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到今天市长来把他做一个重诊 做基隆教育的成果展现 我要跟大家说这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 立委蔡世印同样也希望教育部 可以持续支持基隆市的教育预算和发展 那其实我们基隆市的体育设施的改善跟推动 比起其他县市 我们多争取了一些 哦不是林部长 给他拍一拍 感谢一姐 好吗 啊为什么我特别讲这句话的原因 是因为上次新闻还报道出来 说为什么基隆哪有比较多 啊媒体有来问我 我当然也赶快讲 我不能讲自己很认真而已 我特别说因为基隆市政府的议算 他的计划书写得很好 让中央愿意来优先支持基隆 来共同志们 这项成果展从8月27日展出到9月4日为止 欢迎市民好朋友前往参观 基隆市图杯猛进的教育发展成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得卡绪 谢谢观看